5月15日 美国对华为使出了终极杀手点 限制全世界所有半导体厂 只要有使用到美国软件和设备 在为华为生产芯片之前 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这次美国是要切断 华为全球所有芯片代工来源 这等同于美国以国家力量全面的分杀华为 华为由此进入了治安时刻 这次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止全球芯片厂商 向华为供应芯片将给予强力反击 包括将美国有关的企业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依法依规对高通失科苹果等企业 进行限制或调查 暂停采购波音飞机等等 当天美国商务部网站发布更改出口管制条例公告 主要内容有两点 第一是华为和海狮使用 美国商务管制清单内的 软件和技术所设计生产的产品都将纳入管制 第二是对于美国以外 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 要为华为和海狮生产代工钱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这包括出口再出口跟转运给华为和海狮 美国境内的设备在2019年就已经被限制了 考虑到该措施会对于芯片代工厂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 因此据120天的缓冲期来出货给华为 以降低该规定变更带来的冲击 未来华为生产以及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芯片 全部都要受到美国管制 这涉嫌到不只是智光 联发科 三星 所能够供应的手机芯片 华为需要的其他芯片 整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美国卡住的不单单是台积电 而是卡住了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厂 使其不能够为华为生产代工 美国商务部表示 自从2019年 华为和114个海外相关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以后 华为能再继续地使用美国软件 以及通过海外芯片代工厂来生产半导体产品 持续已经破坏了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美国这次对出口管制条例的变更内容 远远超出了今年商业传出的 将使用美国技术含量从25%下调到10% 以卡住台积电的部分制成技术 使其不能够为华为代工这么简单 而这次限制所有的美国境内和境外的芯片代工厂 是要对华为一见分喉 这次美国是动用国家力量 利用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霸权对华为下重手 是要一招将华为完全地彻底击倒 以前无论遭遇多大困难 华为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扛住顶住 并且每次都挺过来 但这次不同意外 这是华为所面对的是美国的整体力量 是美国对全球整个芯片代工的控制 是美国的科技霸权 光靠华为自身的力量恐怕难以渡过难关 必须依靠国家力量与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 华为徐直军 之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称表示 相信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论论宰割 也会采取反制措施 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对于美方在这种科技霸凌主义 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 先由中国忠心被美国禁用后 跪地配款 并接受美国政府监管 后有美国将中国数十家的高科技公司纳入实体清单 可以想见 一旦美国对华为的打击成功 那么倒下的绝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 而是中国的整个高科技产业 是中国崛起的未来和希望 因此这次美国打击华为 不仅仅是美国与华为之间的战争 更是中美两国高科技战争中的上干领战役 是中美两国国运的绅士之战 5月十四日 特朗普叫嚣跟中国断绝整个关系 许多人仍然抱有幻想 认为在这样的一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 美国不可能跟中国完全脱钩 看看美国砍向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分立土刀 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打击华为绝不是美国的一个战术行动 而是一个战略行动 如果华为倒下了 美国绝对不会停手 而会进一步的打击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 就像美国一定要中国放弃中国制造 2025一样 华为是中国高科技的代表 只有打垮了华为 只有打垮了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 美国才能够继续的搞科技垄断 继续的实施全球的科技霸权 美国打击华为就像当年打击日本高科技一样 就像当年逼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一样 日本随后科技和经济发展停滞 从而失去了十年到失去了三十年 日本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现在美国又想像当年摧毁日本一样摧毁中国 摧毁中国的高科技代表企业 保卫华为就是保卫中国高科技产业 就是保卫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保卫华为已经成为了中美科技战争的核心战场 保卫华为已经不能够只靠华为之际 而需要动用整个国家力量 这场战争虽然看不见硝烟 也不见水流成河 可这场战争的结局却关系到华为的绅士春晚 关系到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绅士春晚 关系到中华民主的复兴与希望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 你使我活的缠斗状态 中美脱钩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中美之间不仅会爆发 以华为无主战场的科技战争 而且还会爆发其他领域的战争 最近不断地有华裔的学者在美国遇害或者被捕 美国准备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动手 这是疫情爆发后不断地发生故意事件 和针对中国的种种谣言和追责 要求赔款的图谋 美国最近通过关于台湾香港问题的诸多法案 美国不断地到台湾海峡南海挑衅中国主权 还有舆论产掀起的一阵阵故意的风波 以前我们有些人认为 可以通过一纸干例的协议就可以安抚美国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要的已经不是贸易利益 而是要打垮华为打垮中国 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斗而不破 而是已经到了你是我活的生死搏杀阶段 就在中国努力地履行协议的时候 美国却已经准备失会协议高高地举起了土刀 美国早已经将中国视为了战略竞争对手 而我们却一直地将美国当作合作伙伴 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在向我们逼近 而我们有些人却一直地在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 最可怕的不是战争本身 而是我们对战争的侵蚀 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 感受不到战争来临 华为的未来不仅在于去美国化 而且在于完全的国产化 中国高科技的未来 不能够指望从美国获得 也不能够指望从西方获得 必须走独立自主 智力更生的道路 是中国实现政治经济科技独立的根本 美国不会给中国留一条深路 深路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哪怕困难重重 哪怕希望渺茫 哪怕道路艰险 只要我们努力 总能够摆脱美国的勒索 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当前的中国的反击 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美国核心企业实施全面制裁 不要拖泥带水 要一次就把敌人打通 二是由于美国威胁中国国家安全 立即的停止执行已经签订的经贸 挫商协议 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三是尽可能的利润美国与绿航 欧洲的矛盾 逐建国际的科技战略联盟 加强国际合作 为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争取缓冲时间 四是以举国之力 逐建国家芯片产业发展联盟 全面的公关芯片产业 尽快地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打破美国的封锁 五是尽快地抛售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 但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回归大陆或香港上市 避免美国对这些企业勒索和敲战 华为的至暗时刻已经来临 华为的上干点战役已经打响 5月16日 华为在新生社区看发文章 没有伤痕累累 拿来皮糙漏后 英神之谷多么难 撑回头看 崎岖坎坷坷 向前看 远不延弃 华为不会投降 中国不会投降 无论多么艰难 总能够在斩满荆棘的地方 踏出一条路来 总能够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 插上一面胜利的旗帜 请不吝点赞 背联 prais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